王晶为什么敢说往后30年都无人能超越周星驰 因为周星驰的才华你根本想象不到 无论他电影中的每个角色 还是随手写下的台词都让人记忆犹新 1990年刘振伟以《赌神》为蓝本 只用5个小时写出了《赌神》的剧本 别看用时短 但《赌神》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赌神》 甚至上映后轰动整个香港营滩 周星驰也一夜从星载变星夜 别人还未曾反应过来 王晶却坐不住了 在他眼里 《赌神》明明就是模仿自己的《赌神》 一个山寨片都比我厉害 那怎么能行 所以王晶决定要来波大的 他花高价钱把当红巨星刘德华请来做男主角 后又把《赌神》周星驰挖来做男二号 世界居然有人主称为赌神 而在周星驰来之前 就向王晶表明自己可能会改剧本 不同意的话 那他也不会去 王晶听后当即答应了下来 可到了剧组之后 王晶才明白周星驰根本做不了配角 在独家拍摄期间 周星驰给王晶提了很多好建议 比如影片开头刘德华这段经典对话 就是周星驰随手写下的 还有周星驰在录像带中的自我介绍 这是他到剧组的第一场戏 原剧本中是周星驰拿着学家故作嚣张 但他觉得这样太正经 于是就改成了一边吃泡面 一边说着嚣张的台词 这个场面当时不知逗笑了多少人 也就是这个出场 导致独家整部影片的节奏 完全跟着周星驰的风格走了 再加上黄金搭档吴梦达的配合 可谓将无厘头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反观主角刘德华一本正经的表演 就显得没有那么出彩了 其实作为当红巨星 刘德华有着很重的偶像包袱的 当年在拍《天若有情》时 刘德华一半时间都在整理自己的发型 这引起了杜琪峰的强烈不满 因此在看完周星驰无厘头行式的表演 黄金心里的天秤开始慢慢倾斜 不仅把电影改成了双男主 但为周星驰加了很多戏份 很多人都知道周星驰非常崇拜李小龙 在他的电影中能看到很多 致敬李小龙的桥段 所以黄金也为周星驰加了一场动作戏 只不过为了剧情搞笑 将两个马桶栽当成了双截棍来用 但周星驰在神态动作上 对李小龙的模仿无疑是十分精彩的 或许是黄金觉得有点对不起刘德华 后来在筹备整股专家时 又邀请了周星驰刘德华一同出演 并明确提出把刘德华当男主角 可以看出片中刘德华的气氛 的确比周星驰多得多 但没想到的是 周星驰又抢走了刘德华的风头 硬是把配角演成了主角 后来黄金在采访中谈及此片时 称刘德华演的确实辛苦 从气势上就已经输了 而在整股专家之后 刘德华与周星驰再也没有合作过 如果说香港哪位导演最懂观众 那一定是黄金 张敏和陈法荣的出演 让赌侠充满了看点 张敏饰演阿兴的梦中情人 梦罗 身穿一袭红衣 简直性感极了 再看陈法荣饰演的龙九 一头洒爽的短发 高冷帅气 身手又十分了得 让不少观众为之动容 陈法荣能出演赌侠 好的是一份杂志 封面上的美腿 吸引了王晶的注意 当时陈法荣刚拿下港姐冠军 名头正胜 原本王晶联系他出演龙九时 心里还很没底 没想到陈法荣竟一口答应了下来 因为陈法荣是刘德华的忠实粉丝 刘德华我那么喜欢 可是我们拍戏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都是第一个头在 在看书 其实看书就是避免那个尴尬 我也不知道跟人家讲什么 反正就是人家看一看他 看看他 有了港姐冠军的加入 王晶肯定要利用他的身材 为电影增加一些看点 于是他利用陈法荣自身美腿的优势 来一场身穿黑丝 勾桌子的画面 其实就是剪接 还有一些壮男在旁边帮忙 就是我往后的时候 其实那个大镜头的时候 是有人在这里帮我顶着 颜值 演技 身材 全部再现 陈法荣这个动作 不知勾起了多少观众的心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片中还有一场阿星失去特异功能 被孟罗拯救成功 恢复功力 但当他走出房门时 脸上印着大片唇印的场景 当时很多观众认为 唇印是陈法荣亲上去的 其实不然 陈法荣还专门做出解释 周星驰拍这场戏时 他并没有在现场 脸上的唇印 可能是化妆师画的 自己从来没亲过 可不管怎样 周星驰这段镜头 依旧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觉得是 真的是亲上去的 但我知道真的是 那个并不是我 我没有亲过他的脸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目前所看的赌侠 并不是完整版的 原片中小刀被追杀后 直接逃回了老房 其实中间在陈金城 找到侯赛因密谋之后 侯赛因就指使黑豹 去自杀了上山先生 因为只有上山先生知道 小刀是赌神徒弟的人 之后侯赛因找到了小刀 在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 小刀带群警察 要抓侯赛因 但对方已经冒充了 他们的身份 而唯一知道小刀身份的人 已经死了 为了保命 所以他才回到了老房 躲避追杀 还有周星驰答书 到酒吧寻找龙武的线索 刚到酒吧就看到里面的人 正在欺负其他人 周星驰与吴梦达两人的正义感 瞬间爆棚 但看里面的人各个面目可憎 两人又怂了 于是达叔出一个主意 要比他们更凶 可进去之后尴尬了 因为里面的人并没有打架 而是在谈事情 结果两人为了缓解尴尬 开始了表演 酒吧的人看不下去 就上来劝阻 谁知周星驰更威风了 一拳下去 差点把吴梦达给打透了 像这种片段还有很多 但为了电影能顺利上映 只好删减一些 这也导致有些观众看的时候 有些奇怪 不过电影整体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赌侠上映后 成功拿下4034万港币票房 再次超越了赌神 排入当年的香港电影 《票房亚军》 甚至有观众表示 比刘振伟的赌胜还精彩 王晶也再次奠定了 赌片大楼的地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现在留下我的抠记号码 如果你有兴趣就抠我 跟我学会的耍棍 再出来混 小鬼 我现在留下你的抠记号码